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臭坊的洋芒问题 第一个臭坊是我的球篮只长高不长叶 我带你看看我的球篮 咱是一个品种吧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只长高 你看那个是不是 你看那些是不是都是 你看这个是不是 臭坊 它那些长高了才都长叶 你急什么 就跟孩子一样 十六七它正长个子的时候 我家孩子光长个子不长肉 你得讨骂 你知道吗臭坊 你看这边这些不都是吗 有了骨头不丑肉 你别着急 它慢慢都会长起来 啊 笑了臭坊说 我关注你很久了 你在百忙之中看看我的天鹅庸 为什么买回来就这样了 你在说什么啊 还买回来就这样 你上面还给它盖点什么东西 没必要明白了吗 你摸一摸这个盆土干了你在浇水 不干就别拼命的老师浇了行吗 我看你还给了一点点肥料是吧 这个肥料给的略微少了一点 别的没什么 慢慢长呗 它这个东西呢 你要是想让它很力挺 你空气湿度得很高 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套个大塑料袋 你白天的时候你得打开 你看看是不是就比原来精神多了 对吧 就在你们家可能是地暖有点热 它就老是下垂 它支领不起来 干燥的是 明白了吗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你别仗着水上摸摸盆土不干别浇 你看你旁边那些龟背竹长得不就很好吗 该给肥料给肥料 三十个粒 三十 三十 不是三四 再来三十个粒的肥料就行 该给肥料给肥料 别的没啥 你要是看到老师捏 你就把下面的叶子剪了 叶子少了它也不捏 下个粥宝自则花西北地区 水大缺光通风障 把表面的盆土挖出来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尽量晒太阳 摸摸盆土不干别浇 用点杀菌药配点繁肥水 明白了吗 下个粥宝帮忙看看水大了吗 你就揪俩叶子 粥宝我给你揪俩头发 你看看我是缺营养吗 能看出啥来 就就黄俩叶黄俩叶去吧 这整体好就行了呗 而且还是大部分花人们 都是在开花的时候 花苞很多的时候 钓了两样 还是不是有病 我媳妇怀孕 钓头发比以前多多了 我还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说绝对会不会揍我 下个粥宝 这梅花要多久才能开啊 多久浇一次合适 你别管多久了 你摸摸盆土干了咱再浇 你还用个塑料罐子给它养起来 塑料罐子给它开几个孔 下边浇了水能漏出去 好吧 多久还能开 你看温度 你只要温度在25度以上的话 半个月就能开了 你要温度低的话 很多的话 有人家里面5度 问我多久能开 我跟你说一个月 一个月也没开 看温度 25度以上半个月就能开 好了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杨花最正义 白来错吧 嗨 嘿嘿 嘿嘿 嗨 嗨